嗨的家我是库西拉 还记得前两天拍麦当劳的时候 有小伙伴问我说 澳洲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连锁快三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 Red Rooster和Pizza Heaven 但是这个Pizza Heaven已经没有了很多年了 所以我就去特别的查了一下Red Rooster 结果这不查还好 一查阵的吓一跳 原来Red Rooster这两年受疫情的影响 也关掉了很多店 生意非常的不景气 所以今天我就准备赶紧吃一顿Red Rooster 那么话不多说 让我们赶紧出发吧 咱们的红公鸡也买回来了 他们家我记得以前只卖烤鸡 但这次去了之后发现还有卖炸鸡了 所以我除了一些特色的商品以外 还买了一块原味的炸鸡和一块辣味的炸鸡 首先我准备先趁热趁酥 来尝一尝它的炸鸡 从大小上来说 感觉跟肯德基的差不多大 从味道上来说 我感觉比肯德基的要好 因为它是那种酥皮的 所以吃起来就特别的酥 口感特别的好 再来特别的里面也比较有味 就感觉肯德基就只有外面的面皮有味 但它这个的味已经淹到鸡腿肉里面去了 虽然说我还挺喜欢吃肯德基的 但是吃久了那种软的面皮之后 吃一下这种酥脆的面皮就特别有感觉 再来尝一尝这个香辣味的炸鸡 其实它这个香辣炸鸡 它刚刚拿的时候我有看 就是把一块普通的炸鸡 然后泡在了一个辣油还是辣酱里面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它这个泡的应该是一层辣油 虽然说口感上裹了辣油之后 会没有刚刚那个原味的那么酥脆了 但是味道真的超级的好 而且这个味道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呢 想想它这个辣味特别像康师傅的香辣牛肉面的那个味道 没想到这个辣味跟炸鸡还挺搭呀 就感觉有这个手艺 卖炸鸡太浪费了 卖个牛肉面多好啊 接下来来尝一尝他们家的小吃类 像炸薯条那种普通的我就没有点 点的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 比如这个炸洋葱圈 我真的超级喜欢吃炸洋葱圈 就是那种酥酥的外皮 搭配上里面洋葱的甜味 就感觉炸洋葱圈 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快餐 但是澳洲还说 好像我知道的就只有Red Rooster和Hungry Jack有了 说到这个Hungry Jack 可能有些小伙伴就比较陌生了 但其实他就是国内的汉堡王 那为什么他在澳洲要叫饥饿的捷克呢 其实就是他在入住澳洲市场的时候 发现汉堡王这个名字已经被别人给占了 导致这个汉堡王只有在澳洲叫做饥饿的捷克 接下来这个小吃就真的是 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的了 甚至我都没有吃过 有小伙伴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吗 炸油饼 不对 这是炸菠萝 尝尝看什么样的味道 还挺好吃 炸完了之后就显得菠萝格外的甜 而且没有任何酸味 而且我怀疑这个菠萝上面可能有加肉桂粉 再搭配上这个酥酥的外皮就吃起来特别像菠萝派 真的比我想象中要好吃很多 本来我还以为可能会踩雷呢 但是其实好吃 好吃 接下来就来尝一尝这个 应该叫鸡肉汉堡好还是叫鸡肉热狗好呢 反正就是应该叫做鸡肉包吧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上面是酥酥的炸鸡肉 然后底下是青菜沙拉还有美乃滋 但它这个美乃滋里面好像有加茴香 所以咬下去之后那个茴香的味道特别酥 而且鸡肉底下它铺了不少的生菜 说起来国内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 最近澳洲下雨下的太厉害了 就很多种植蔬菜的地方都没有什么收成 今天我去点餐的时候就看到它屏幕上面有写 因为最近的生菜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它里面有掺一些羊白菜在里面 所以现在应该已经不要把这个鸡肉放在最上面了 应该把生菜放在最上面才比较有排面 最后就来吃一下他们家的烤鸡 其实他们家的烤鸡是可以买四分之一只的 但是我买了半只 因为四分之一只每比半只便宜多少钱 所以我准备今天先把鸡腿吃了 然后鸡胸肉留着明天配沙拉吃 经常就笑半分我说 为什么顾家可以吃那么多还那么瘦 这还不是因为你们看得见的时候我在吃鸡腿 你们看不见的时候我在吃鸡胸 它这个烤鸡好吃 虽然说要比扣四的烤鸡贵一些 但是这个味道真的要好太多 就感觉它这个鸡肉吃起来特别的有味 应该是先腌过的 而且烤的时候有刷酱 你看它这个皮上面有一层不知道是什么红色的酱 就是这个酱吃起来特别的有味 它这个烤鸡的鸡翅膀就不是很好吃的 因为它为了整只鸡能烤熟 烤到这个鸡翅膀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太干了 就有点这种鸡肉干的感觉 但是我知道好像有些小伙伴就喜欢这种肉烤的干干的口感 我是更喜欢吃那种多汁一点的 还有一点特别的就是 国外的烤鸡会在鸡的肚子里面塞上这种馅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馅的时候 就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味道好奇怪啊 但是吃久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味道越来越上口 还越来越好吃 就感觉现在如果烤鸡没有这个馅的话 还有点不习惯了 它的那个味道就是浓浓的那种香料的味道 然后口感是面堵堵的 稍微尝尝它的鸡胸 鉴定一下烤的干不干 不得不说它这个鸡胸肉烤的还是挺嫩的 然后搭配着一点那个上鸡的馅还是挺好吃 总结下呢 我觉得这个红公鸡的味道非常的好吃 价格也还算公道 今天的这些加在一起是289块奥币 买套餐的话还可以更便宜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广告打的不够凶 而且店面开的太少了 就虽然我觉得它很好吃 但很容易过两天就把它给忘了 就不像麦当劳满大街都是 但是就不停的提醒你该吃麦当劳了 该吃麦当劳了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的影片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记得给它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